好嘞大家好 开始之前呢 我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旅店目前就只因为Sortbox 现在呢是一名 安卓开发工程师 但是在几年之前 我还是一名纯粹的前端开发工程师 后来因为这个项目的需要 以及这个主要项目的需要 就转行做了安卓 对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 对了 再说一句就是 这个PVT是我们之前在 澳大利亚 还是由Sortbox 举办的一个XCOP的会议上 其实已经那个分享过的 所以给大家道个歉 我拖了点蓝 并没有把它翻译成中文 但那实际上 基本上都是一些这个图 比较好理解 好嘞 那首先简单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项目背景 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 和一家这个澳大利亚的 房产公司合作 进行这个移动应用的开发 之前差不多已经快十年了 在这十年里呢 我们这个移动应用 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架构的演进 但我们可以主要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呢 就是单体应用时期 那这个时期其实就是 所有人都在一个单独的仓库 甚至是代码模块里边去开发 当然那时候人不多 然后功能也不复杂 但后果可想而知 之后呢 我们就意识到这种架构模式 难以支持这个业务的持续发展 所以我们开始把这个代码模块化 并且邀请了其他团队 加注到我们的这个开发过程中来 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Federation Year 因为我们又找到一个 与之相非又非常好的中文的名字 我们暂且把它称为协作开发时代 最后随着这个人员的快速的增长 你看到到了2023年左右 基本上是最初的十倍有余了 那么我们又进一步优化了开发模式 就进入了微前端 或者是这种平台化的时代 这也是今天我们分享的重点 下面我会详细地介绍 每一个时期的内容 在2010年之前 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业务 其实都是运行在Web上的 而为了紧跟这种 移动端时代的潮流 我们在2010年 组建了第一支iOS团队 那个啥是2010年呢 因为2010年应该是 iOS4.0发布的时候 在此之前应该还叫iPhoneOS 然后到了2014年 我们才组建了 第二就是第一支安卓团队 它跟iOS团队一样 我们也是工作在 同一个代码扩当中的 而在这段时间内 我们也成功地 为百万的用户交付了我们的应用 但老实说这个架构 至于不能称之为一个 非常完美的架构 确实团在一些问题 比如说第一 比如这个安卓和iOS团队 这个结构的差异巨大 他们的代码方面 或者是架构方面 都是不一致的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我们由于这个 迅速的快速发展 加之团队人员的更别 那我们的代码结构 变得也越加混乱起来 再者随着这种 移动行业的持续增长 以及业务的增长 那我们单一的 那种目标的团队 就是一个安卓 一个iOS已经成了交付的瓶颈了 而且在那个时期 我们的摩拜尔应用 其实往往会视为是一种 web的附属产品 我们可能在有一些 决策上要做出一些妥协 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进入到了下一个时代 就是刚才提到的 协作开发时代 在这个时期呢 我们第一做了一个 大量的尝试 就是把一个安卓团队 跟一个iOS团队合并 成为一个架构团队 那这样做的好处 就是我们希望保证在两端 我们的架构能够保持一致 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成 就是这个架构团队 还负责另外一个 比较重要的功能 就是BFF层 我们创建了一个 为移动人家专门的BFF 为了让移动开发 免受这种后端服务变化 而带来的影响 再者我们又 组建了一个功能团队 这个团队主要的责任 就是主要负责 用户界面的开发 它同样是由安卓跟LOS 这些开发者组成的 然后为了扩大我们的开发规模 我们开始允许 其他的CMobile的团队 将我们的代码过程 提交代码 去构建他们自己的业务 把这些称为业务的模块 那这些模块 起初都是一些功能性的模块 并不牵扯到 用户界面的开发 但慢慢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业务团队 也开始尝试进行 功能界面的开发 那么 由于我们对每个功能的这种 结构的界定 没有这么清晰 那这些功能都慢慢变得 复杂起来 甚至这些功能之间 出现了偶合 然后更复杂的是 由于工程团队 跟架构团队在同一个代码库当中 所以工程团队能对架构 做出一些调整 就造成了这个代码结构越来越混乱 然后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一个刚才提到的BFF层 它现在也更像一个单体应用 所有团队都能进来 对它进行修改 所以我们的这个维护 也会面临着挑战 那从这里看到我们这个时期的这个架构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尽管如此 它确实帮助我们 对它确实帮助我们解决了 在单体应用时期遇到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ndroid跟LS团队 合并成了一个 这帮助我们确保了代码的一致性 其次我们把代码的结构 变得更加的模块化了 区分出来的架构层与这个功能层 然后我们也开发 扩大了开发的规模 允许其他团队 像我们的代码和提交代码 第四就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BFF层 去保证我们的移动开发 不是我们词变化而带来的影响 但同时这个架构 我们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仍然只有一个代码库 用于架构和功能方面的开发 那么所以架构团队和功能团队的 职责界限其实是模糊不清的 其次是我们虽然有了一些结构 但是功能的边界依旧不是很清晰 第三个就是 其他的团队可以向我们的代码库 贡献代码 但毕竟这不是他们自己的代码库 他们就是所以对代码的要求 质量都不是很高 就是我在这开发 我开发完我就走了 我也不维护 你们爱谁谁我不管 那最后呢 这个BFF是因为 内容进行模块化的区分 所以所有团队都在里边开发 也变得难以维护 那为了面对这些新的挑战 我们开始探索 如何进一步去改进这个架构 因此我们就迈向了下一个时代 那这个就是一共的平台化之旅 那么在之前提到的协作开发时代呢 我们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 但也遇到了一些挑战 简单来说 问题就在于 有好几个团队同时工作在一个巨大的代码仓库里边 这又导致了代码的边界 功能的边界 以及管理船的边界模糊不清 虽然我们成功的让这些团队都交付了他们的功能 但是他们的认知负荷是很大的 就比如说新加入了一个业务团队 他们想要在上面去交付功能 他就要首先了解到 整体这么大的代码仓库的代码结构是什么样子 都用哪些功能是已经提供了的 哪些功能是需要他们自己去构建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花费什么的时间 那么其实这种问题仅仅出现于已动端 那么几乎每个就是大型的单体运用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那么在理想的情况下 我们是希望每一个团队都能够拥有自己的代码仓库 自己的这种CICD的流水线 甚至能自己决定何时发布他们的业务 那在协作开发的时代呢 我们引入了一种每周发布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由架构团队负责进行每周的开发 每周的发布 然后这些业务团队呢 会把他们的功能置于Fature Prolog的下面 然后择机进行remoto远程的发布 或者是随着每周的这种常规的release 然后进行发布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给了其他团队 业务团队在发布实际上来自作自动据案 但对于其他方面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架构方面的调整 来确保每个团队都能真正的 独立的去构建他们自己的业务 所以这使这个微前端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这个概念是由一个叫Tim Jackson的人提出的 根据他的说法是 微前端其实是一种可以独立部署 的前端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可以組装在一起 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 那这个东西听起来不错 好像这个概念也正好契合我们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是想把这些庞大的代码窗口 进行捷偶 实现每一个团队的复制 那微前端的架构风格就正好符合了我们的要求 那我们是怎么基于这个微前端的原则 来重新设计我们的应用的呢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对各部分的职责进行划分 在理想的情况下 我们想把所有的业务都分割成不同的微前端 由不同的团队来负责 他们只负责去构建他们自己的业务 但不需要去关心这个微前端最终运行在哪里 那这样的话 整个应用的这个本身 它就变成了一个运行微前端的容器 我们这是管它叫做应用壳 也或者是这个宿主层 对我更倾向于管它们叫做应用壳 或者是AppShell 宿主层这个东西在我这儿 我说起来有点不好考 Anyway了 就是但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支持在 支持不同的在不同的微前端中进行导航 进行跳转 同时它负责一些平台环境的初始化 那什么是平台环境呢 平台环境里面都运行着一些 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功能 就比如说像什么网络层啊 然后身份验证啊 这些波动买试各样的这些东西 它们可以被选择的微前端所共享使用 这样的话每个微前端呢就可以 关注他们自己的业务范围 那么什么是微前端呢 那微前端其实是一个 拥有完整的用户体验 并且由一个团队独立负责的 这么一个结构 它同时应该具备一下几点 第一个比如说是自治性 就意味着每个微前端的团队 都有自治权 他们就是这个微前端的第一责任人 负责日常的开发和维护 第二就是面向用户体验开发 意味着每一个微前端 其实都是基于整个屏幕 或者是页面层级上定义的 而不是某一个屏幕里面的 某一个小组件 第三就是平台的一致性 对每个微前端都是基于平台 所提供的那种基础设施功能 或者是工具来构建的 它们可以保证在平台上的一致性 但是它们彼此又不相互依赖 下一个就是捷偶 每一个微前端都可以采用 与应用壳不同的技术账 那只要他们利用了这种 我们提供好的这种基础设施平台 提供的功能去构建 并且采用一些符合 Mobile这种发展方式的这种技术 都是可以允许的 最后的一个就是独立性 指的是每个微前端都可以 独立的构建和测试 都需要整合到应用壳中进行 那么为了让这种微前端的团队 可以自主的运作 我们构建了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 尽可能减少他们的认知负荷 他们只需要关注于自己的业务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平台呢 包括了几个关键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微前端的脚手架 这个脚手架提供了一些启动沙盒 CICD的配置自动化测试 还有平台依赖等一系列的模板 为了呢就是让微前端的开发配置 变得更加便捷 再采用这种脚手架的话 一个新的团队去配置出来 一个微前端的项目 可能只需要15到30分钟 之后他们就可以进行 他们自己业务的开发了 然后是微前端之间的导航 就是每一个微前端 都可以把它自己的页面 注册成为导航的一部分 这样就可以实现在微前端之间 进行了切换以及跳转 接下来是设计开发系统 这个系统主要就是可以让 微前端能够构建出来 风格统一的用户体验 什么意思啊 其实就是考美UI 你可以理解为是 提供那种模板的比赖 但这个是由于我们 也由我们自己设计的 最后是基础设施系统 就是它允许 微前端使用一些这种 应用级的功能 包括身份认证啊 网络啊 这类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如何把应用变成一个平台的呢 因为我们这个叫应用平台化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以安卓设备为例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都使用 主歌提供的SBK去构建一个应用 任何人能创建出来一个应用 并把这个应用安装到手机上 那么同理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应用 视为一个平台 把它想象成一个顶层的架构 叫做应用壳 我们刚才之前提到了 那么我们想在应用中添加一个功能 我们就需要使用 我们提供好的这种基础设施能力 来去构建它们的功能 我们把这个基础设施能力的层 我们叫它基础层 然后他们就可以构建出来一些小型的应用 这些小型的应用可以组装在一起 作为一个整体放到应用壳里边 然后交付给最终的用户 那我们把这些小型的应用就称为微前端 所以这一层也是微前端层 其次呢 这些小型的应用都可以单独分发到一个叫做应用分发平台中 并且可以进行独立的测试 以及运行 那是的 我们用自己构建了一个应用分发平台 它包含了所有的微前端的小型应用 或者叫一个Dample App 以及打包后的整体的这么一个大应用 他们都是在Publet构建成功之后 自动上转到这个应用分发平台的 他们都是这种独立的应用可以使用以及测试 那么我们就可以详细的说明一下 我们的架构是怎么运作的 从这个AppShare应用壳这一层开始 应用壳实际上它有几个重要的职责 第一呢就是它负责所有应用及功能 以及配置的初始化 第二它是一个应用的入口 它负责这个应用的启动 然后做一些状态恢复管理 以及对DeepLink这种功能的一些处理 第三它是一个应用框架和路由机制 它负责托管了所有的微前端 并把它展示给用户 要给它更详细的这个说明这一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没有一个 还有这拥有这种type bar 底层菜单栏的这种应用框架 以及一系列之相对应的微前端 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路由机制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微前端放到 与其它相对应的每一个type当中 然后呢我们还把我们的DeepLink 可以集成到了这个路由机制里面 让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去运作 那么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呢 是不是就代表着每一个微前端 就是单独的一个屏幕呢 我们如何对微前端进行划分 它应该是以什么样的力度 去划分这个微前端的呢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刚才细化一下 刚才那个架构 就还是刚才那个结构 比如说微前端一 它里面有两个页面 那如果是在iPad上 这两个页面可能会最终显示 在同一个屏幕上 因为iPad的屏幕比较大 能显示更多的内容 但是同样是这一个微前端 如果运行在iPhone上的话 它可能就需要你急一急的导航了 用户可以从一个屏幕 跳表到另外一个屏幕 另外呢像微前端4 它可能真的只是一个单一的页面 或者是单一的屏幕 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微前端应该怎么去划分 每一个微前端 都是一个拥有独立且完整的 用功体验的这么一个东西 或者是独立且完整的功能 那如果一个页面 它就能是一个独立且完整的功能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划分成 一个微前端 同体如果是多个页面 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用功体验 那么这几个页面的整体 我们把它划分为一个微前端 最后一层我们再聊聊 我们刚才提到的基础层 这一层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微前端 提供一些所需要的通用功能 但它有一点 它不是为某一个特定的微前端 去提供的功能 而是更加通用 通过一些我们提供的合理的设计 或者是贸认值 来确保不同微前端之间的一致性 那在我们当前的这个项目中 基础层能分为了两块 其实刚才已经有提到 第一块就是这个基础设施系统 它提供了一些非UI的功能 比如说网络 FatureTotal A-B-Test 身份验证 第二部分是设计开发系统 这个就是提供的是 与UI相关的阵能 像颜色来到排版 Accessibility 或者是这种 公用的组件 像是谷歌提供的Material Design 我们会使用这些东西 可以确保 微前端在设计上是一致的 它看起来是一个应用的东西 是一个整体 然后作为一个平台 除了架构之外 就对于团队的证知 也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已经入了一个概念 叫做团队Total 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 这个团队Total这个概念 简单来说就是 它就是一种描述开发团队 组织方式的模型 让我们能够理解不同的团队 它们的类型是什么样子的 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那么在此之前呢 介绍一个定律 叫做康威定律 它指的是 任何设计出来的系统 其实都是反映了 其组织内部团队的 沟通结构 什么意思 我可以再解释一次 任何设计出来的系统 会中当前的这个架构 有平台 有基础层 有危险端层 任何设计出来的系统 其实都是反映了 我们组织内部 我们这些团队的 沟通的结构 是如何沟通的 所以了解团队之间 是怎样合作的 所以和未来的 架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会用团队透构 这个工具来解释一下 在应用平台化这个阶段 我们的团队是如何写作 这张画面片 其实就是展示了 我们的团队透构的概述 那实际上我们 大致上可以看到 我们划分出来 有四种不同的团队 第一个叫流氏团队 叫Streamerland Team 这个是团队透构 中的一个概念 但是在我们这里 我们就可以把它认为 是我们的业务团队 不是这个黄色的 然后这些团队 就主要负责构建的是 微前端 一般大约由 五到九个人去组成 它是由黄色的实现 去表示的 那这个实现上 这个实现 就意味着它是一个 传统硬上的团队 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团队 然后在底层 我们的平台团队 它包括这个基础设施 平台跟这个设计开发平台 他们主要是通过 提供一些能力 一些服务 来帮助这些微前端 团队 减少不必要的 认知负荷 就是 你只需要知道 怎么使用就好了 你不需要关心 我们这些功能 是怎么实现 那它是由蓝色的实现表示的 所以说这种平台团队 也是一个 物理意义上真实存在的团队 然后还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个灰色的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代表 它并不是一个团队 而是一种交互模式 这个XAS 其实指的是 X as a service 就指的是我们这个 基础平台 或者是设计平台 都是一个服务 它是为所有的业务团队 来服务的 这种交互模式有一点 我们是要提供 良好的开发人员体验 接下来是叫做 复杂仔细统 仔细统团队 这也是团队拓口的概念 对于中间层 就是这两个橘黄色的 它们分为这个 配方程移动技术委员会 跟这个Mobile的DevOps 它们的工作 也是通过合作 或者是我提供一些服务 来帮助 为前方的团队 减少认知负荷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 有点是这个 动技术委员会 Mobile Lead Home 它是由虚线来表示的 那虚线代表什么意思 指的是它是一个虚拟的团队 它可能是一种组织 或者是一个社区 它并不是一个 让我们做交付的团队 然后在最后 在最右边 最右边是我们的赋能团队 叫做移动社区 他们的执着 主要是为了支持这种 移动开发 和做培训的 也是为了减少 内在的认知负荷 那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所有虚线表示的团队 其实都是为了 这些真实团队 所服务的 那从这张拓扑图的结构 我们也能看出来 跟我们的应用架构 是很相似的 有这种基础层 微前端层等等 所以这印证了 刚才提到的 那个康威定律所说 任何设计出来的系统 其实都是反映了 其组织内部团队的沟通结构 所以那个定律基本上 也是这个意思 他们是一种应设关系 一个是一个的应设 或者是一个是一个富贵 在这里呢 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 我们的移动社区 某个人认为这个东西 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一种社区 主要是负责提高技术能力 和这种建设一个强大的 移动生态开发系统的 它是一个大家庭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边 为新手提供帮助 那为了提高我们的能力呢 我们一般有三种的很多活动 第一种是跟能力构建相关的 比如我一个叫 Mobile Handful Master Class 这个活动在这里 我们会介绍我们之前提供好的 所有的基础设施系统 以及设计系统 给他们介绍所有的功能 基础功能 以及各个的UI 为一种新手提供一种 保姆式的教程 指导他们如何使用这些功能 另外一个活动是 Mobile PutCat 这些是给一些 想进行一顿开发的 又没有经验的人 或者是一些新手所准备的 培训的内容 一般是仅跟我们目前 进行中所使用的技术站 在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基于这个 SWIFT UI 从GDPI Compose为主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技术讨论的这种 活动 像什么Mobile Q的MitApp Coding Dojo SWIFT Dojo 还有CodeReview 这些其实都是大家 进行分享讨论 然后DIF代码为一个好地方 除此之外 最后还有一个叫 Mobile Dive Day的活动 飞上头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年度的活动 是针对所有的 移动开发者 开放的 目的就是建立 彼此之间的联系 相互了解 因为我们的人员 扩张很快 如果大家比 但是我们其实 我们会工作在 不同的团队 但最终呢 我们还是在工作 在一个大的 APP上的 那彼此间的熟悉 其实为 或者了解 其实对日后的开发 是可以带来帮助的 你可以很方便的 去问问题 或者是怎么样 如果你不认识他 你还不好意思 那么凭借着 这个平台的支持呢 和这种人员 人员的能力 我们成功地把团队 从最初的一个 变成了17个 现在有将近 100名移动开发工程师 然后分布在 三个国家 八个不同的城市 那我们正在 持续地开发一个 已经运行了 超过10年的 移动应用 并且我们希望 把它构建得更好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的微前端的 整体架构 是什么样子的 那现在看来呢 因为使用了 这种微前端的架构 系统的扩展性 变得更高了 我们可以非常轻松 且快速地 把新的微前端 集成到现在的 一段中去 其次 这些微前端 其实都是相互独立的 他们自制 他们可以自主地 处理各自的需求 同时还能借助于 平台提供的 一种基础能力 去保证 不同微前端 之间的一致性 最后 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开发人员的体验 我们的开发人员 其实比较喜欢 在这种 微前端上工作 他们不需要担心 整个代码库 他们只需要去专注 于他们感兴趣的 部分就可以了 这也给他们 带来了很大的 自由去探索 一些新技术 或引进一些新技术 比如说刚才 苏凯老师讲的 Compost 有些团队说 我们能不能尝试 用一下呢 其实是可以的 尤其是在 微前端的架构下 你可以非常轻松地 把它用在于 你们新起的 微前端的团队里面 而不需要去关心 别的团队 或者是 这种应用壳里边 使用的技术 但是话说回来 就是没有完美的架构 我们这些 这个架构仍然 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还是 有一些遗留的功能 没有迁移到这种 基础设施平台 它仍旧在 这个用壳当中 因为我们 这个节奏是从 Defetorated 上一个阶段 过渡过来 那么这就意味着 我们需要持续地 去管理这些 遗留的功能 避免微前端的团队 不会在这些 遗留的功能上 进行开发 因为这样的话 又会造成 微前端 与这些用壳之间的 补合 这不是我们希望 就是我们想看到的 另外呢 随着微前端团队的 快速增长 我们需要确保 未来能够正确 以及有效地管理他们 最后就是 由于每个 微前端团队 有自主权 他们可以选择 自己的技术站 自己的依赖 以及相对应的版本 那么这就意味着 我们需要管理 多种多样的技术站 去解决 不同版本之间的 依赖冲突 以确保他们能够 在整个团队和应用中 流畅的运气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比较目前 比较痛的痛点 比如说以安卓主义 不同的微前端团队 他们会采取 不一样的DI框架 有用Dagger的 有用Cute的 还有用Coin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 当他们集成 到主APP中之后 如何能让他们 完美的运行 另外就是 如果某一个 微前端团队 他们去升级了 他们的依赖 是一个 major 版本的 大版本的升级 这样会造成一些 区域跟change 这样就会造成 整个APP的崩溃 因为别的微前团队 可能还在使用 旧版本的一种 那么 这时候我们就可能会需要去 通知这些所有的团队 依次进行升级 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痛苦 那其实为了解决这种痛点 我们已经尝试在进行一些 项目结构方面的改进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尝试使用 罗罗Roto的方式 重新去划分 组织这个结构 对 那在这里就不多做展开了 总的来说呢 这套架构其实对我们 非常有帮助 对开发人员呢 也比较友好 它能确保我们能够快速的交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它也可以 就是提高了我们的生产力 好嘞 这就是今天的文献 这边啊 这个就是说 您这个 您这个架构啊 我刚才印到 罗罗Roto这个东西 它就是说白了一个 一个库里面 塞了一种项 就所有的项目 要放里面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具体的会 有什么样的好处 或者说 它的弊端是什么 第二点是 现在对于这种 你这边这个是 AQB 属于安卓是吧 嗯 两端都有 两端都有 对于弄的都有 不在乎的问题 就是对于现在 Austro这种框架的 就是这种古导架构 您知道吧 古导架构的 Austro ASTRO 有没有听过 你知道 那那那那那我就 那我现在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吧 Monyvoo的问题 Monyvoo的问题 这个是刚才也提到我们 是希望进行 呃 现在是一个试验的阶段 它其实最大就是 您解决的痛点 就是依赖管理的问题 因为现在 现在这种 微前端的架构方式 其实是属于 Poly repo的 就是每一个微前端 可能它有自己的 代码独立的仓库 他们的依赖 其实是完全是 从他们的仓库里面 夺取的 那这样就会造成 依赖的冲突 但是迁移到 Monyvoo之后 其实是在同一个 代码仓库里面 有不同的 project 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这样子的话 所有的project 都可以依赖的是 同一个版本 同一个版本 对 这样就能解决 一部分我们之前 遇到的这种 依赖冲突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其实对我们 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因为我们现在 微前端的团队 非常多 一旦有一个团队 在没有通知 别的团队的前提下 就进行一种 版本升级 会造成应用的崩溃 嗯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 现有的这种 炸构是 是否对于 比如说 呃 这种函数 比如说 soreless soreless架构的 这方面的支持 能不能做到一个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 从工程角度 或者说从 渲染的那方面的 一个就是 在整个应用 不是去管理这块 对吧 就是状态管理 或者组建这种渲染 然后比如说 用这种 soreless的这种 它是否是比较友好的 就是说 无服务感知架构 或者无服务器架构 这样 因为有些后端 它 就是它这个渲染用的 其实实际上 是用这种 呃 soreless 或者fast 这种类型的 方式去做的 对 就是啊 有没有这样的规划 对 目前 我想说 目前在我们当前的 这个 维潜度架构中 实际上 之前其实在 那个提到的 协作开发时期 它实际上有一个 BFF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把它取消了 但是现在就是 做了这种 维潜度架构之后 实际上就是把 我可以感觉是 把这个BFF 也做了 拆分某一个 V前端团队 他们会附着 维护一个 自己的一个叫 PLA 类似于是 可能叫 Experience API的东西 他们都是采用 GraphQL的方式 写个函数过去 BFF 渲染指的是 后端渲染 对 后端 后端 CSR 还是SSR 用的是 这种后端渲染 其实我们在 协作开发时期 其实就是 后端渲染的 一种方式 对 它就是由 我们在前端 去定义 所有的组件的样式 由后端 去组织这个结构 并且发表 但我们现在 觉得这种模式 可能也会遇到 一些问题 所以反而采取了 就是正常 作为前端 对前端渲染的方式 好 谢谢您 好 好 谢谢 嗯 那个 对 都可以 那就先 先 你爸 好吧 不好意思 我有个疑问 你那些 传统 微博 微博 现在的语言 有什么语言 这是什么 微博 现在用了什么语言 它怎么通信的 包括 比如说 怎么就是管理这种 模块 跟模块 之间的一些冲突 首先 它是微前端 它们可以采取 自己的语言 那基本上 我们所有的微前端 架架架都用的 Cautly 哦 这是一种语言 是吧 嗯 对 我们基本上是用的 Cautly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一个 类似于就是 技术雷达的东西 它会在每年会建议 什么样的语言是 可以被采用的 什么语言会给 Tel 或者是Hod 目前大部分的微前端团队 都用的Cautly 作为开发的语言 那是怎么路由的呢 就是 我们是刚才提到了 一个基础的这个平台 它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 实现了一个路由的机制 就是说每个微前端团队 它可以把它们自己的 比如说某一个页面什么的 注册到路由里面 这个路由的机制 实际上是被所有微前端 所共享的 然后它们就可以突破 这个路由的机制 进行调整 还有一个问题 假如说是 微服务之间 使用不同的语言 假如说 CG家或者说一些 包括一些 另外的一些语言 然后它们之间 如果说做一些高性能 的一些经验的话 它们之间肯定也要 做一些通信 包括一些交付 对 这是一个好问题 但是我们确实 目前没有遇到这种场景 就是说我一个微前端 微前端 为什么是什么CG家 之类的 基本上都是 考证以加外为处 哦 可能明白 还就是说 你们这些微服务之间 有没有做一些检测 一直假如说 又要上线了 或者说它们合流了 会不会检测出来一些冲突 或者说一些 呃 之旁的一些 东西 呃 微前端团队 他们上线 他们的功能 首先是他们自主去 去选择的 但是在上线之前 我们会组织 整体的就是 regulation 去保证这个 应用的问题 哦 明白明白 好 那好 前后 是后面那个 就那个穿黑色小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是怎么做 防律化的 就像在开发过程中 如果 一个就好多微前端团队 他们需要一个搜索的一个图标 然后他们都在自己的仓库里 加了这个搜索图标的图片 那么它就会多出来很多图片的资源 或者就像是写了一个函数 写一个算法 然后这个时候 其他的微前端团队 无法感知这个算法的存在 然后自己又写了一边带 或者说是两个微前端 然后他们中间的页面会互相影响 会互相调用 然后随着调用的增加 他们的合流度会不断的增加 然后想请问一下这些个问题 是怎么做解决的呢 OK 这是个好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一些资源的共享 刚才提到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design key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微前端团队采用的 就是构建页面采用的一些组件 都是基于那个design key的 所以它不太会存在一些资源上面的重复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他们有一些 自己写的一些功能 就是或者是 一些UTO的库会重复 这是一个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 正在解决的 我们现在尝试在平台层 以及微前端层之间去创建一个 类似于common module的层 就是一个供应的层 我们会去有一些设计的原则 说把什么样的东西 是可以放到这个供应的层里面的 什么是不可以 就是我们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重复的 但要看这个力度以及尺度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不要看它这个力度 但是对 比如说这不用层里面 我们可能会放一些 这种共用的这种模块里边 可能放一些通用的 业务相关的UI UI 这种组件 或者是一些业务逻辑代码 嗯 然后就是刚才那个第三个问题 就是随着两个微前端团队的 调用的合同增加 然后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嗯 目前现在 拨前端团队之间 基本上都是通过了 路由的方式进行跳转 他们之间彼此其实是相互 独立的 哦 就现在很久出现那种 互相调对方的方法 然后来回调的 那种方式 啊 你说就是一个拨前端 调另外一个微前端里面的方法 啊 对 就是互相调 然后最后 他们就裹合到一块了 如果说他们有这种共同的这种 业务代码需要复用的这种尝试 就是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尝试把它放到 这种公用的包块里面 而不是说一个微前端 去丢用一个微前端 我们在这个微前端的这个 设计的原则上 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禁止微前端之间相互依赖 因为这种相互依赖 就会造成你刚才说的那种问题 好 好 这是 谢谢老师 就是看您的分享 确实咱们整个的这一套架构在 呃 捷偶效率上的达到一个停留点 那我这边的问题是 呃 按照 呃 我们这一套的架构的话 它对于整个的系统安全性 然后或者它的设限验证上 有没有一些好实现 啊 因为我看到我们的所有的微前端 它都会承载一些用功能 或者是模块 啊 那我们也有一个整个的 facility这样一个平台 啊 如果在各处都会有自己这样独立的 这种构建和设计 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安全验证和测试的 压力会比较大 嗯 对于这种测试方面 实际上是不同的微前端统的 我们首先就负责他们自己的这个功能的 就是我们测试可能会有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自己的这种微前端团队 会负责他们自己的一些功能的测试 第二就是当集成到应用壳中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自动化测试的覆盖 以及这种requestion的回购测试 去保证我们整体应用的这个 能够顺利的运行 那就是相比之前的就没有微前端这种形式 它整个测试的这个工作是 您是认为它是原来要好一些的 就测试工作负担会行为 不是有了微前端之后还是之前 我觉得 我觉得按您的这个 这套感觉 它的测试的工作会更多一些 我觉得是我们目前的测试场景 就是说 可能我们 就是微前端团队 它首先在负责他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最有做回归测试的时候 只有一个时机 就是当公用发布了之后 直接用上传到应用平台 但是还没有发布之前的这一段时机 是由所有团队有QV组织的一系列的这种 我们有一些回归测试的模板 这时候是进行测试 如果是之前的这种模式 因为没有那么多微前端的团队 然后没有那些业务团队 其实他们也不太关系这个东西 就只有一个安卓 跟一个iOS团队 付出所有东西的测试 这样就会比较复杂 再一个就是之前没有 因为人员的问题 它也不可能给所有的东西都 做自动化的测试 但是分了这种微前端之后 每个微前端的团队都负责 他们自己的UOT 他们自己的自动化设施 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对于 战尔巴紧的Mobile团队 他们是 是比之前要轻松了 好 谢谢老师 谢谢您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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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 我才听说你们是使用了一个跨平台的基础平台层吗 对不起 好 啊 是使用了一个跨平台的基础平台层吗 使用了一个跨平台的基础 就是你刚才有一个平台部门吗 对对对 他做基础的 common的东西 是 然后各端的UI去做上载的东西 是 那UI 刚才你说这个东西说 Cosling跟什么都是分开 那跨平台层用的都是什么基础站 一个是 首先因为不是跨平台层 他们是平台团 那还是由安卓创建安卓的这种 方式上的那样 LS创建LS的 就是各个端有各个端 是的 但是他们是一个整个团队 他们在去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 要保证就是 最起码从API的角度 保证这种调用的一致性 因为我们现在在开发的过程中 也不一定说是安卓的人 就一定要开发安卓的 我们通常都有一些这种 就是两个人配合 就安卓开发 IOS IOS 开发 跟安卓 但是这种API的一致性就会 最起码在实用的时候会 所谓一起闻是有两个维图 是各端平台 然后各端平台 还有各端自己的基础 跟各端各个所有的维图 是吗是吗 那成本 那成本不是 就是很大的 既然你都做了基础 为什么没有考虑化成本 我觉得这个好问题 说实话 但我们目前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快没来 就是我举这种 跨平台的语言 去创建好的东西 分别支持两端 因为IOS 跟安卓 确实有一些 差异化的东西在 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一些 比如说我没有做过 而没有做过弗拉克 一直都是采取的 就是 这是跟客户的策略 就是两端在 内部同步进行 他们更加在意的是 这种用途体验 和开发人员的体验 他们有时候可能会为了 增加这种体验的 一个好心而去 就是降低一些 这种我们认为的 一些种鱼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 那这种形式 跟那个组件化的区别 有什么 好问题 其实如果你说的组件化 也是每一个组件 都有自己的仓库 自己的派遣 自己的什么 其实你可以认为 他们是等同的 他们是等同的 对 我们有时候会在 就是 因为跟客户合作 客户是外国人 我们在给他们说 组件化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组件化 但是我们基于 这种微前观的这种概念 他们就能理解 其实这个是个前端 但实际上 他跟我们在国内所提的 组件化是比较类似的 没关系 好嘞 谢谢大家 我们下来聊